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来财经 美国汽车工人罢工已经进行了第四天 从上周五开始启动 目前还只是小打小闹 仅波及北美9%的汽车产能 福特临时裁员600人 工会的目标是扰乱生产计划 反对电动车转型期间新技术收割 这次 工会不仅要求加薪36% 改善工作保障 增加退休人员的工资 还要求每周工作32个小时 即每周四天工作制 专家们表示 如果工会在四天工作制的要求上取得胜利 还可能会对更广泛的四天工作制运动 产生重大的影响 特别是如果收入不减反升 四天工作制将变为大多数工人的主流愿望 人们会说 犹如疫情期间的在家工作 如果汽车工厂可以这样做 在我的工厂或我的企业里绝对也可以这样做 事实上 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处于世界范围的终端 而且数十年来都一直比较稳定 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贴图 当然 和以德国以及荷兰为代表的欧洲国家 的确不能比 欧盟的工作时间指令 保证工人每年至少有二十天的带薪休假 一些欧洲国家甚至有更长的额外休假 德国政府制定了多项法规 以确保其公民不会过度劳累 根据荷兰政府的规定 雇员只要受雇 每年至少有二十四个工作日的带薪假期 有些公司甚至可以享受27至28天的带薪假期 如果美国的公司进入欧洲模式 对于企业而言 将是一个巨大的劳动力成本 这将需要至少多雇佣25%的工人 来维持目前的生产计划 目前来看 这是美国工会下的一盘大棋 最终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美联储会议前 对冲基金如何押注呢 最直观的就是对冲基金转向看涨美元 目前 对冲基金普遍预计 FOMC将在本次会议上保持鹰派倾向 六个月来首次看涨美元 于是 九月如果没有严厉措辞 且经济数据大概率预测有上修 那么未来两个月一息真空期 怎么应对冬季需求的石油天然气强势价格呢 所以鹰派措辞是大概率 目前市场普遍预计 美联储会在九月会议上暂缓加息 不过点阵图预测显示 FOMC可能会以十比九的微弱多数 进行年内最后一次加息 许多机构投资者也认为 美联储年内还会再加息一次 且明年降息的时间也一再延后 最新高盛周末的预测是 美联储11月也不会加息 高盛还预计 美联储将在本周的一息会议上 把2023年的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1%上调至2.1% 把2023年的失业率预期下调至3.9% 并把核心通胀率预期下调至3.5% 如果9月11月都跳过加息 那最后要加就只能是12月了 但届时FOMC会如何行动 主要取决于美国的经济数据 而随着美元的大涨 非美货币则普遍遭殃 过去一个月 全球主要货币对美元都在下跌 欧元对美元自7月高点跌超4.4% 日元对美元冲破147 创10个月新高 本轮美元走强的背后 美国经济出人意料的强劲 而非美国家经济相对沉压 同时沙额延长原油减产 增加通胀变数也提振了美元指数 相比之下 亚洲和欧洲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欧元区二级的GDP环比增幅 从0.3%下调至0.1% 商业调查显示 8月份经济进一步放缓 同时通胀依然顽固 陷入滞胀的风险加大 展望后市 若美国通胀超预期反弹 可能促使美类主重新考虑政策走向 美元涨势会将持续更久 目前无论是罢工还是政府关门 有关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再次扰动风险偏好 投资者的谨慎心理 让市场方向选择的悬念继续保留 作为著名的反向指标 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 一向被认为预示着经济衰退 当前 美国实际收益率和实际GDP增长 与2008年之前的水平相似 而债券收益率曲线更加陡强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 比十年期高出70至100个基点 许多市场分析师认为 收益率曲线倒挂的严重程度 预示着2023年将出现经济衰退 但是不少机构认为 这次不一样 原因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繁荣 近期的技术创新 也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 还有一个原因 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 在给定的短期政策利率下 美联储持有的证券规模 在决定收益率曲线形状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联储持有的政府债券 占未长债券市场的比例越大 尤其是持有的政府债券期限越长 收益率曲线就越平坦 好吧 无论如何 这次不一样 可能是宏观经济学和市场中最危险的五个字 但是短期和中期基本无忧 毕竟大选年就要到了 政治压倒一切 下面我们来看个股 转移旗下芯片设计巨头ARM 登陆纳斯达克成为上周市场的最大热点 重新燃起了投资者对于首次公开募股复苏的希望 不过作为今年市场最热板块 芯片板块遭遇打击 有报道称 台积电要求其主要供应商推迟交货 市场担心消费者需求疲软 由于近期发展 第二季度财报和股价的下跌 我们这里来更新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最近表现不佳 造成股价表现不佳的原因是 该公司在公布第二季度业绩时下调了业绩指引 而且一些经济指标也令人失望 毛利率下调了2.2个百分点 降至54.1% 原因是顶线下降 持续投资和电力成本的上升 7月台积电将其美国工厂的芯片生产起始 日期推迟至2025年 上周末在9月18日 在一个国际论坛上发表讲话 提到了台积电的三大优势 第一是人才 第二是人才流失率 第三是交通便捷 而美国工厂牵涉到400亿美元的投资 每次延后都显示美国建厂难度高的实际情况 不仅缺人才 成本也昂贵 有消息传出 进度落后与工会关系不合有关 难以引进台湾工人安装先进设备 特别是 虽然账面上得到美国芯片法案的支持 政府支持可能高达150亿美元 但实际上附加的条件非常多 在财务反应上 由于业绩下滑和持续的大量投资 公司的现金储备在不断的减少 这是重资产企业的通并 竞争方面 三星和英特尔就不说了 最近中国大陆又崛起了势头 机构担心 假设中国大陆市场对台积电的需求降低20% 那么台积电有可能面临利润与PE的双杀 台积电预计第三季度的不利因素将持续存在 而且由于先进技术投资和产能扩张 导致投资支出居高不下 利润率将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 管理层目前预计 三纳米技术的提升 将使第四季度的毛利率下降约3至4个百分点 因此预计第四季度 仍将持续这些投资和业绩疲软的局面 这表明早先所传达的下半年逐步复苏的预期不会实现 投资者应预计下半年将继续面临挑战 以上总统消息 显然无法给依赖经济健康的高周期性股票 带来任何信心 股价的走势也反映了一切 但是这里要说的是 虽然严峻的经营环境导致短期预期降低 但是该公司的基本面依然强劲 过去几个月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发展 包括英伟达第二季度财报中可见的 没有报告更快增长的唯一原因 是台积电的产能限制 这一事实说明 尽管面临逆风 台积电看到了惊人的需求 人工智能处理器 目前约占台积电总收入的6% 但是管理层预测 未来五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将接近60% 占总收入的比例将上升到10% 随着台积电将扩大先进节点制造能力 预计英伟达和许多其他科技公司的需求 将立即轻松填满台积电的产能 虽然该公司的现金储备在不断地减少 但幸运的是 台积电的资产负债表上还有480亿美元的现金 可以承受暂时的压力 在台积电的阅读数据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销售数据的改善趋势 就估值而言 目前该公司股票的远期市盈率为18倍 低于其五年平均估值的21.5倍 从根本上来说 公司的状况仍然非常好 竞争还远未对台积电构成威胁 生产多元化正在顺利地进行 人工智能也正成为公司的一个利好因素 相信目前85至88美元的股价具有较高的博弈性 把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除了美联储决议 投资者还将关注汽车工人罢工和政府停摆谈判的最新进展 拜登政府与共和党强硬派的博弈仍在继续 美股短期依然处于横盘震荡 但是波动的幅度将加剧 等待有关货币政策线索能否更加明朗 值得注意的是 资金流向显示 不少投资者选择在议席会议前抄底买入 押注美联储可能释放更多的鸽派信号 并结束加息周期 过去一周 美国股票基金流入约97亿美元 结束了此前连续流出的局面 美国银行最新阅读机构调查显示 全球基金经理大幅调告了对美股的配置权重 从近减持22个百分点增至近增持7个百分点 这是13个月来的首次增持 做多大型科技股依然是最拥挤的交易 此后祝大家操作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同行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